地狱里传来阵阵恶鬼的哀嚎 让人听得心里非常难受 佛祖的弟子穆连自然也听到了 他是一位心地仁慈的出家人 忍不住使用神通看看地狱的情况 这一看 他会听到 竟然把他吓了一跳 娘 娘怎么会在地狱 还变成饿鬼 穆连看到母亲 在饿鬼群中饿得不成人形 实在没有办法当作没看到 于是 他赶紧准备好饭菜 送到地狱给母亲吃 穆连端着碗 对母亲说 娘 快吃吧 儿啊 谢谢 母亲饿到受不了 马上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 没想到 母亲只要把食物送入口中 就会变成炭火 就会变成炭火 根本没有办法吃下去 烫 好烫啊 烫 母亲试了好几次 结果都是一样的 娘 我去请教佛祖该怎么办 你先忍着点儿 牧连在旁边 牧连在旁边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只好忍住难过 到西边向佛谷求助 佛祖 佛祖听了牧连的话 先是叹了一口气 才告诉她 哎 你母亲生前从不做好事 所以死后才会下地狱 变后鬼 牧连流着泪问 我该怎么办 我想救你啊 佛祖说 你的母亲的业障 太沉重了 要救她 不是光靠你一个人 就能办得到 你必须在农历 七月十五日那一天 准备各种贡品 布施给出家人 这样的功德 不只能消去你母亲的业障 其他人的父母也能脱苦海 早日投胎 牧连照着佛祖的话去做 终于让自己的母亲 离开地狱 重新投胎 而且也帮助了别人的父母 从此 这种习俗就保留了下来 后来又加入了 道教祭拜王魂的习俗 就成为了现在的中原普渡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